15日首部硬派武侠电影《倭寇的踪迹》 在第二四届哈尔滨冰雪电影节新片《鲜鲜单元》中展映 导演徐浩峰携主演宋洋、徐福晶亮相映后媒体见面会 《倭寇的踪迹》是徐浩峰作为导演的首部大荧幕处女作 讲述明朝万历年间一段武林往事的古装武侠电影 追求独特的硬派武侠风格 力争开创中国武道电影的先河 还原一个可能真实存在的武侠世界 导演徐浩峰更被称为大陆的胡金泉 这儿有五张公 你走不出这巷口吗 很难 要是年轻五年你能击败所有人 你没有福气 本想让你睡着死 下手吧 电影《倭寇的踪迹》去年九月份至今已入围八大国际电影碟 并在国内举行了一场典印 从而备受国内外影评人推崇于认可 而这样一部颠覆传统武侠电影创作形式的大陆新派武侠开山之作 观众们会不会买账 则成为媒体们关注的焦点 导演徐浩峰表示 票房就像海洋一样摸测 一个作品问世之前 导演的各种担忧都会有 是是 对 这个因为市场啊 市场是个谁也说不好的事情 里边是总有高招 你看像那个胡金泉的这个侠女 他最初放的时候呢 是没有人看的 但是呢 那个后来当他那个第二次放的时候 然后取得了一个巨大的票房成功 所以呢 他就像市场上海洋一样莫测 不管票房成绩如何 如此新颖的体材 大胆的创新也是值得观众们一看的 继续本片将在2月24日登陆全国各大院线 当初 你就应该杀了我俩 为夫人和护卫 你为什么要人 大人 我靠 有秘密 做个交换 这有问法 叫什么名字 如影 如想 生死比的是反应 看他俩谁更快 他就像你一样的一样的事 那终于是反应 你一直在一起